眼前这只可怜的小狗正在分享自己的食物 它被前主人抛弃 看起来状态非常差 虽然是被人抛弃的 但是当它看到陌生人后 依然会摇摆尾巴 并没有丧失对人类的忠诚 更令人感到惊奇的是 它竟然将自己仅有的一片面包叼过来 和路人分享 看到这样懂事乖巧的狗狗 女孩的心里五味杂陈 本来打算离开的 但却被这个小小的举动给感动了 最终在得到男友同意后 将它带回了家 狗狗生病了一周时间 它非常虚弱和害怕 后来经过打针驱虫 它的状态也好了许多 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石头 这还是跟它的喜好有关 石头是一只很乐观的狗狗 不管自己有多虚弱 看到有人过来 它都会挣扎着晃动尾巴 用笑脸迎人 经过几周的治疗 它的健康状况大为好转 开始展示自己的活力了 初步展现自己拆架的潜力 石头现在三个月了 还是小小一只 只有一只小臂那样的大小 小家伙现在非常的活泼可爱 也很粘人 它一直在尽力地 让自己表现得更听话 这样才不会再次流落街头 它是一只非常知道感恩的狗狗 一直希望能做点什么 让人更喜欢它 小家伙特别喜欢跑土 也很好奇 看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 可以带给主人 它会不停地跟在身后奔跑 无论去哪儿 石头成为最忠诚的玩伴 不过 石头有个怪皮 一直没有改掉 那就是非常喜欢挖 各种各样的石头块 这也是为何它叫石头的缘故 每天都会扒着泥土 然后尝试找寻各种石头给主人 这是它持续了三年的报恩方式 真的很想尽自己的一份力 让主人开心一些 每次看到石头被收下 它都会兴高采烈 手舞足蹈 主人看它这么乖 还给它找了女朋友 从此石头也有了甜蜜的爱情 不过三年前 它曾经那般落魄 差点死在街头 它没有要求人类施舍 却主动和人分享 自己仅有的口粮 真是懂事的让人心疼 好了 本篇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不妨点个赞 感谢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